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开上了坦克500 而开起坦克500这种中大型豪华SUV 咱们就应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 而我们今天行程就是一路奔着长白山来一场真正的东北冬季自驾游 这里的长白山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长白山脉 我们说到的主要还是指它目前可以被开发游览的主风 而真正意义上的长白山跨度巨大 横跨我国东三省以及周边国家 而它也是一座休眠中的活活山 虽然说现在白天是零下四组 大家也能看到是夜阳高照的 在良宁省这边来说也是算比较暖和的天气的时候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北走 据说那边已经下雪了 我也特别期待那边的雪景 也能雪地自驾一下我们这台硬派越车 像我们今天的行程就直接奔二道白河镇 全程需要跑七个小时 但七个小时会比较疲劳 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它的辅助驾驶 能一定程度缓解我们的驾驶疲劳 它有多种功能以及力度的座椅按摩 前后四个座椅都有 全车乘客都可以享受这种SPA级的待遇 就非常期待这次的旅行 毕竟这一年憋得也挺久了 特别想出来玩一玩 目前长白山根据方向走向 可分为北南西三条游览路线 每条路线都有各自的时间特色 我们这次就选择了游览北坡 所以今晚的目的地就定在了二道白河镇 那里住宿方便 且去之后的任何一个景点都十分便捷 推荐给大家 最后再问一下大家 你们知道为什么说到长白山 没有提东坡的线路吗 看到点积雪了 而且外面的温度现在是特别的冷 看到窗上都已经起雾了 目前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吉林省的界线了 这个温度骤降的还是挺明显的 包括我们看窗外都是一层浮雪 我现在到吉林的这个叫朝阳镇 朝阳镇 我们从朝阳区来的到朝阳镇了 现在北京时间是4点04 但是大家能看到这边天黑的是特别的早 再开一会的话 估计天就完全的黑了 而且外面特别的冷 这个窗户上就能感受到一股寒气 然后现在我们的车外温度是零下12度 晚上应该会更冷一些 吉林的冬天天黑的太快了 不到6点钟天已经全黑了下来 而真正影响我们行车的则是地面上的积雪奇兵 虽然说开的是一台四驱的SUV 强悍的动力以及及时的雪地动力分配 可以带给我们更足的安全感 但是也切记不要开得太快 这么一段路带能看到 这是专门为我们车设计的吗 一直在越野一直在摇晃 而且它的地面全是冰 它的地面全是冰 包括它刚才是一个大下坡 又是一个大上坡 而且这个路面一直是齐驱不平的 左右摇摆 看我这镜头都晃得不行了 哎呦我的天哪 这个路上拍的 我们选择住在二道白河镇 从这到长白山北过景区非常近 车程不到30分钟 至于明天能否看到天池 这个还真不好说 一切都要等到第二天上午 才公布的开放通知 但凡山上有一点天气情况 景区都不会开放 太冷了 在这种地方住的话 一定还是得买四驱车 然后今天我们的行程原计划 是去 白天是去长白山的这个天池 它这个受天气影响 上面局部地区下雪 就照着它的这个池口下雪 今天就去不了 下雪的时候它就会封景区 不让上去 但是这个什么时候下雪 咱们没法预测 全凭运气 那么我们早晨 就先去另一个地点拍点照 然后下午的话再看看 是个什么情况 能不能登山 前两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 有就是在这拍到东北虎的 然后我就特别期待 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也碰见一只东北虎 然后可以去给大家拍点照片 最好还能合个影 最好能碰见个傻袍子 东北虎 小鹿 就特别有意思 至少能互动一下 说起自驾来到白雪崖的临海 爱车的我们 想必一定要来一套酷酷的临海雪苑 穿越罩 那么如何选择一条 没有车的道路呢 来之前我也犯愁 但来到这发现 出边的下道太多了 选择一条车少 或者说甚至都没有车的 都很容易 当然这些路面 积雪积冰都很厚 而且有的还未曾被压过 这样的路面 两区的轿车 或者说SUV 还是算了吧 这边地上是雪 雪架没开发的冰 比刚才那个更厚 咱们得慢一点开 咱如果说现在 20公里美好时速下 要一脚刹车 踩到底了 还在往前滑 就这种情况下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就是说慢开 能不急踩刹车 那就坚决不要急踩刹车 其实像我们这条路上 你能看到 这里的这个通勤出车 以及旅游大巴车 还是特别多的 其实来这种地方 如果说像我们开这种 特别专业的越野车SUV的话 四驱SUV的话 就是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说做这里的通勤工具 自驾游的话 就最好是开我们这种 具备四驱功能 或者说像我们这种 非常专业的硬派越野车 像我们这台车 为什么叫专业 因为它有专门的雪地模式 打开雪地模式之后 和刚才的标准模式 比起的话 它的这种四轮扭矩分配力 会更加的均衡 而且开起来之后就感觉 四轮的滑动感会更少一些 走的会更加踏实 我的体感是这么感受的 同时前方的小一表 也会变成蓝色 更好地去适应 投射在这个雪面的环境 以及我们刹车力度上 相比的话 也会有一定的调整 不至于像我们刚才 在标准模式下 一脚刹车下去 直动力这么的猛 以至于大滑 无人机飞着飞着 掉雪里去了 刚打到树枝子了 然后直接就半下来了 幸好是雪 然后直接四响八叉 插到这里了 没压势 幸好是雪 但幸好是没掉下去 你要掉下去的话 我是下去捡的 我下去了之后呢 我再上过来了 我天 直接困着了 四面无人的地儿 太冷了 清理清理 咱继续拍 上车 走 前脚刚解决完无人机的问题 后脚车又陷雪里了 在这种四周无车 可以帮忙的情况下 还得靠自己脱困呀 我们现在在雪里 给大家看 这雪太大了 限车了 限车了 然后咱就不能用这个模式了 咱此时就需要选择 这个低速刺激模式 脱困 先挂空档 上第四 好 第四挂上了 然后直接走 这个扭矩放大 你看这个监控 左下都是卡住了 不行 往后退了 加锁 好 锁上了 上锁 上锁 直接退 然后 走 走 好 走 哎呀 这就是专业越野车的好处 你看 刚才我们现在用了雪地模式 然后现在雪厚了 直接卡轮子 雪厚了之后 然后上四驱 第一次 第一次还不行 往后退 退也退不出来 直接加锁 加锁之后 它还是个后锁 没选前锁 加锁之后往后退 退很轻松 然后再往前走 直接就出来了 所以说这种 非常极限的状态下 我们只能上锁 缓慢的出来 再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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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我们刚才压过的这个雪道 哇 这雪这么厚呢 直接蹲里了之后 这都快往后给躺里头去了 特别深特别深 这的雪 三明治一样的 很多层很多层 要不然刚才我们差点县雪里没出来 幸亏有后锁加第四才出来的 看到一堆雪人 这就是后锁五花这个 对 包一个 你可以加这个萝卜 这个萝卜那也不错 嗯 还有萝卜 洋葱圈呢 是 来个萝卜 后锁五花挺烫的 这是菜叶的烫我手 后锁五花很香 嗯 它是肥瘦香煸的 嗯 还有肥肉那个油裹住这个肉 现在是上午六点半 我们要去趁个早 赶个雾松漂流 刚出门 昨天一晚上 车又被蒙上一层 勃勃的雪 而且现在还得下 太冷了太冷了 现在是六点半 去体验一下雾松漂流 这雾松漂流一定要趁早 才能看到雾松 很冷也很期待 不过离我们这儿住的还是挺近的 十多分钟就到 太冷了 座椅加热方向加热都开开 水温赶紧上来 好暖风 咱们出发 好了 真刺激 我去 哎哎哎 哎呦 哎呦 这正面走 哎呦我去太刺激了 这一直在转圈圈 我眼睛好像是冰 不错 景不错 昨天还开车在大森林里 今天就是说顺着小流 哎呦哎呦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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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长奖吧 你给我长奖 你给我长奖 不用啊 我感觉这个船一会儿 别给它撞 哎呦我去 这这推背感我去 比飘四十分钟 哎呦我去慢点慢点慢点 好家伙这该死推背感 哎呦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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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小棍吧 我我我手里随随随背着 哎呦 走啊 有点那主主拐的感觉 走啊 保持车距的 保持船距 至于为什么没有看到乌松 据说是因为天气还不够冷 而且有风 所以就没有行程 只有靠近湖面的藤蔓上才有 不过话说回来 这都不够冷吗 我动的都直打哆嗦了 这天我们吃巨资入住了 长白山温泉皇冠假日酒店 没错既然来到这了 就要体验一下这里的雪山露天温泉 同时还能一战时体验滑雪 以及到店后我们才知道的 酒店团购去天池票更便宜 还给包车 至于为什么天池景区不让自己开车上 下面一段视频你就会明白 来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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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